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抿菜中的状元菜 菜肴寓意 吉祥如意 福寿双全 2008年 佛跳墙制作技艺入列国家级非移名录 制作这道美食工序十分繁琐 佛跳墙的原料有十几种之多 水发鱼翅 水发鱼唇 水发刺身 水发猪体精 净肥母鸡 净肥鸭 金钱豹 耗肚 猪肚 鸭筋 净火腿健肉 吹发干贝 鸽蛋等 要充分体现每一种食材的口味和特点 需要先将这十几种食材分别用煎 炒 烹 炸 多种手法 再一层层的码放在一个大绍心酒坛子里 加入高汤和绍心酒 再把坛口用荷叶密封起来 盖盐 稳火微至三小时以上 使汤 酒 菜充分融合 坛起荤香飘似灵 佛闻器禅跳墙来 佛跳墙用多种精料精心微制而成 在微制过程中几乎没有香味冒出 反而在微成开坛之时 只需略略掀开荷叶 便由酒香枯鼻植入心皮 味道醇厚 造型美观 质地软嫩 浓郁浑香 营养丰富 盛出来汤浓色鹤 却厚而不腻 时时酒香与各种香气混合 香飘似作 烂而不服 各料互为渗透 味中有味 乃进补佳瓶